中药补肝的好处及作用机制研究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和解读器官 肝功能的正常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中药在补肝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 本文旨在探考中药补肝的好处 并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为临床应用和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肝脏在人体中承担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 如物质代谢、胆质生成与排泄、解毒、免疫防御等 各种因素如病毒感染、酒精滥用、药物毒性、不良饮食习惯等 都可能导致肝脏损伤、引发一系列肝脏疾病 中药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补肝、护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枸杞具有滋补肝肾肾、已经明目的功效 当归能骨血养肝、调筋止痛 白勺养血理因、柔肝止痛 无味子骨肾宁心、益气生筋、饱肝护肝 黄旗骨气生羊、骨表止汗、脱疮生肌 沥水消肿、饱肝 中药补肝的好处 改善肝功能指标 降低骨病转胺酶、骨草转胺酶等指标 减轻肝细胞损伤 促进肝细胞再生 增强肝细胞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恢复肝脏的正常结构和功能 抗肝纤维化 减少胶原纤维的成绩 阻止或延缓肝纤维化的进程 调节免疫功能 增强肌体的免疫应杂 提高肝脏的免疫防御能力 预防肝脏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抗氧化应激 减轻氧化应激对肝细胞的损伤 保护肝细胞的膜结构和功能完整性 改善肝脏微循环 增加肝脏的血炎能力 促进营养物质和氧气的作用 有利于肝细胞的代谢和功能恢复 中药补肝的作用机制 抑制炎症反应 通过调节炎症介质的释放 减轻肝细胞的炎症损伤 调节细胞信号通路 影响肝细胞内的多种信号通路 如Pi3K、FMATK等 促进肝细胞的存活和增值 抗雕王作用 抑制肝细胞雕王相关蛋白的表达 减少肝细胞的雕王 调节肠道菌群 改善肠道微生太平衡 减少内毒素的产生和吸收 减轻肝脏的炎症反应 增强解毒功能 诱导肝脏解毒酶的活性 提高肝脏对有害物质的代谢和清除能力 结论 中药补肝再改善肝功能 促进肝细胞再生 抗肝纤维化 调节免疫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好处 其作用机制涉及抑制炎症反应 调节细胞信号通路 抗雕王 调节肠道菌群等多个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